你今天就讲过 所有的事情跟着什么走 跟着钱走 所以今天这件事情 我本来没注意 师兄特别提振说 原来检调单位 去约谈端木正的助理 陈伟宣这是一件大事 因为查什么 查居然中间有1300万 进到木可的授权金 现在去向不明 他要搞清楚 而且这个非常妙在哪里呢 如果是木可公司 那你应该是约谈 木可公司的人呢 你怎么会去约谈会计师 代表会计师这边 有所有的总账 代表这笔的钱 不只是木可公司 而是跟整个柯文哲的 总账有关系 那所以现在检调单位 真的关键在查金流嘛 还有现在最有趣的是 柯文哲到底 有没有一个金银岛 有没有一个大秘宝 是不是有一笔钱 那笔钱万流归宗 那笔钱到底在哪里 柯文哲现在这里面 当然是要查金流嘛 因为查金流这个事情 不需要柯文哲同意 调查局查金流 直接到银行去查 就可以查到 大局本身他有这个 他有他的管道 跟着他的授权 所以柯文哲在过去 这几年来的金流 可能都被翻天了 他是不知道了 这是第一 这是一个可能性 另外我今天看到的 这个郑文燦的案子 有个有趣的 他在家里面 有六百多元现金 六百多元现金 结果现在在哪里 被查扣了 对 所以他现金被查扣嘛 对不对 所以那我意思是说 万一柯文哲家里面 有钱 有现金的话 是不是也可能 伦如查扣的命运 对不对 那柯文哲到底 现在家里面有没有钱 一定有 我们不知道 好那我现在问你 很简单 这段时间 检掉都没有动 对 那检掉有没有监控 当然有监控啊 如果柯文哲现在 你觉得柯文哲 完全被监控当中 当然是被监控的啦 他当被告 怎么不会监控 柯文哲是百分之百 他是所谓的关系人嘛 重大嫌疑人啊 所以柯文哲家里长钱 或是他的金流 他的家里面长钱 或其他长钱的地方 或跟他有资金往来的 这些的对象 应该全部被监控了 这下去全部会查嘛 对 他挂线挂多久呢 挂线的时间应该 在五月份买房之前嘛 对 我问你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调查局知不知道 有四千三百万 这个三楼的房子事情 他早就知道了 当然知道 调查局一定先 调查局一定比我们先早知道嘛 调查局一定比林彦凤早知道嘛 对 那都不动嘛 对不对 那我们 那调查局没有放消息啊 对 那四千三百万的金流 可不可以查 可以查 你是汇款进去 拿下局的现金去了吗 对 你汇款嘛 从哪里汇的款 所以他这些是线索 四千三百万的线索 大家要去找就监控了 不要找 如果你今天去看到了 郑文菜 我觉得你就可以看到 检调单位查有多可怕 他说 你不是每次去吗 每次去拿的提袋 重量是多少 你去了几次 甚至 你连绑现金的方式 一开始十万十万一捆 后来是用橡皮筋 把这个五百万五百万一捆 他都描述得清清楚楚 代表检调单位去侦查 是巨细迷的 如果他可以这样去对 郑文菜 他不会这样子对 柯文哲吗 柯文哲一定超过这个规格 所以说 柯文哲现在讲说 礼拜四他开记者会 到底礼拜四 能不能开记者会 所以我本来一直拍 北姐为什么一直不动 我现在搞懂了 也不要sto 还有把2 这个试炼